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核電都沒有用過的島嶼 它們只求當代正義 完成完畢的這些銅裝的這些核肥料 該回到哪裡 我想大家都知道 它從哪裡來就應該回到哪裡去 所以核肥料銅既然在南嶼已經建成完畢了 就應該盡速地把它移回到台灣去 1982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也就是第一批核肥童運到南嶼的時候 到至今已有30年 我們的願望就是核肥料立即遷出 土地永不敘租 和我們乾淨的家園 這片名叫吶喊 宿舍者說 我希望讓更多的人聽見我們訪韓的聲音 也希望政府能聽見我們的訴求 早期的核肥料政策 原來是要用海拋的 所以整個蘭嶼的 建設設施都是用暫時的概念去籌建 我想從照片裡頭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過去以來這30幾年來 檢診作業裡頭豪鉤的情況 非常害人的 讓人精心害怕的 台電一直口口聲聲說非常的安全 可是我們從它的簡陋設備 或許你看到 它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鐵皮屋 然後這個底下的帆布 就是所謂他們體的負壓 負壓式的防止核肺的粉塵 和溢出來的 實際上這個底下是一個好溝 好溝裡面就有這麼多的 這樣粉化的 這樣的一個儲存溝 所以當風吹起來的時候 它會隨著這些空隙跑出來 而造成污染 核耳廠有恆溫恆濕 24小時空調的 低放射性的儲存廠 放的東西跟藍嶼一樣 藍嶼是潮溝式的 是雨水可以滲進去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檢診作業裡頭 我們毫溝完全沒有任何先進的設備 你看到的只是一個非常粗糙的尼龍省 在透過人力吊掛我們的核肺桶 那這顯示什麼呢 我想我不曉得是不是對一個民主的歧視 那因為你不善的管理 以及你不願意關注去投注 只是因為這個地方偏遠嗎 還是只是因為這個小島 僅有三千多個人口 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可以如此 這麼粗略草率的 去蓋了這種兩種不同形式的 暫存就臨時儲存廠 我說台灣到有幾 藍嶼幾棟九萬七千棟 他說應該可以把它濃縮到十分之一 目前有這個技術 那台電為什麼能藍九萬七千棟 能藍也是九萬七千棟 幾十年後還是九萬七千棟 所以技術上台電都沒有用最好的方式來處理 如果你體積把它變小之後 當然就比較容易處理 還有呢 台電如果沒有辦法把它處理非常小 一定是濃度非常高 沒辦法處理很好 所以這裡面啊 台電有沒有對大家講得非常清楚的地方 資料最清楚是跟北韓的協商 那北韓協商一桶的話他要補償 就這樣一桶補償四萬塊台幣 那個在十幾年前四萬塊台幣 然後附加這個三十億美金的這個環境處理會 也就是總共差不多六十億 那如果我們來看今天 蘭嶼的租金一桶是幾塊 兩百塊 以前是五十塊變一百塊 那對北韓的協商方式怎樣 對蘭嶼的方式 這個差距太大了 這個有不公平存在 蘭嶼的這兩年來就是在檢診期間 兩年來在蘭嶼的海水、魚類、藻類 包括陸地上的芒草的這些沉積物呢 竟然呈現一個非常駭人聽聞的這個排訊 蘭嶼的沉積物的每公斤的輻射貝克 這個是各類核種 蘭嶼沉積物是大於河山廠的沉積物 然後他說這四年來 蘭嶼祖存廠附近的這個 孤六十跟色一三七 都呈準指數增加的趨勢 從90年一直到98年的這個 是我們的打霧人的 衛生所統計的死亡的人數 將近在三千多個人口的打霧人裡頭 還不到十年的時間 死於各種癌症疾病的 將近要60人 這裡有數據 各位也可以去查一查 蘭嶼維生素 那麼我們的這個島布人在蘭嶼 死亡的情形 五大死亡原因 二心腫瘤 五大死亡原因 癌症疾病的死亡原因 排在第一位 對於一個人口這麼少的島嶼 癌症死亡的激勵的高密度 我看在全台灣只有蘭嶼 這個孩子是年紀五歲的小女孩 那罹患了腦瘤 結果孩子從房間出來 她戴了這樣的一個面具 當時我以為是玩具 那出來之後她母親告訴我 這是她孩子接受治療的時候戴的面具 因為她掌留的部位不適於開刀 她年紀太小了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個部分 她開刀 她做相關的治療必須要從嘴巴裡面做 那是非常令人難過的 那個台電對當年九萬七千桶裡面的內容 到現在交代不清 已經放三十年了 還交代不清裡面的 所以呢 有極高的可能所謂的低劑量的這個 低廢料處 裡面可能很多會有很高劑量 也就是當初的不明不白說的東西 通通放在一起 然後就往國外 這個往台灣外面送 所以我覺得這個 言論會應該請委員們 請言論會要去調查清楚 到底這九萬七千桶裡面來源是什麼 如果這個會料已經這麼難處理 一定要調查裡面的內容物 你才知道未來怎麼 有找到最好的處理方式 如果內容物不清楚的話 那就找不到很好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認為呢 蘭尼的污染 會到儲存廠造成污染 已經很多年了 那護身老師的這個研究 再次確認 那污染情形持續存在 那麼一個不正當的方式放在那邊 不符合國際規範的方式放在那邊 而且要長期繼續放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 應該要馬上停止下來 我們台灣中華民國政府 跟達悟族的契約 土地租約 已經在去年的12月31日到期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核廢料 都是違法放在藍原 最後我要向在座的聲援我們的立委說 請你們把核式的預算給他停下來 請你們幫達悟人編列 簽出核廢料同的預算 我請求你們 最後我這樣子跟大家說 核廢的證明 核廢要抓了 核廢的確定 GM要抓緊 主角的人 圖廢的 eg Sii 為生意